涨了不会卖,跌了就更不会卖 你有这样的苦恼吗? 大家好,我是Linda 最近很多粉丝留言,收看了Linda说股的视频 学会了很多买入就上涨的战法 效果也很好 同时也跟我反馈说还不太会卖 特别担心来回坐电梯 集粉丝所需 今天特意跟大家分享一个 可以把股票卖在最高点的神奇战法 该方法可以较为普遍的应用在各种股票上面 精准度极高 内容并不复杂 强烈建议粉丝收藏 反复观看 第一次听课的朋友可以先关注 便于长期收听我的更多分享 接下来让我们先学习这个卖在最高点的重要技巧 好了,我们正式开始Linda说股的小课堂 我们来看一下 给大家先举一个案例 这个呢是指数的K线图 我们如何卖到最高点呢 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个原理 那么给大家所展示的这一波行情上涨呢 这里边有一根均线 大家看到了就是这根白色的均线 你发现这根均线是向上的 每次踩到这个均线附近都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让你上涨的时候能够拿得住 但是下跌的时候能不能卖得出呢 均线类的指标通常不能让你卖到最高价 卖之前的股票已经跌很久了 比方说这个位置跌破均线卖掉 那么如何卖到最高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给大家标记出来这个位置 这个呢是3074点 那么这就是这一波上涨的临近的前期小高点 对吧 这是临近的前期小高点 那么找到这个小高点之后 我们找到这根均线 那么当这条均线 当它大于前期高点 3074点的时候 市场的高点就即将要来临了 那么我现在鼠标所画的这个圆圈的位置 也就是这个位置 它对应的均线 大家看啊 我们是找这根蜡烛对应的均线 它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比这个3074要高啊 非常明显啊 其实我们换一个思路来看 你看这个3074对应的点在什么 在这个交叉点 那么接下来下一根就是我们的一个变盘点 也就是说当均线数值上穿前高的位置 就是变盘点 你发现啊 一卖股票市场确实形成了下跌 那么如何更好的操作呢 来给大家实盘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找到这一波行情的临近高点 打开这个图 找到这一波行情的临近高点 我们看到现在这波上涨离着最近的前期的高点 是我们十字光标的这个位置 这就是我们找到的第一个前期的高点 其实股票可能还没有涨起来之前你就找到了这波的高点 那么这波的高点你把它标出来以后 然后我们去看啊 那么当股价也就是均线突破了这个高点 当股价也就是均线突破了这个高点 也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看也就是这个位置 正好大于了前期的高点 也就意味着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什么呀 就是最高点了 你可以去往前看 之前的任何一天 均线的数值 你看之前的包括你看这些位置 对应的均线的位置 都没有大于前面的这个高点的位置 这个方法呢 是我经过了15年的实战的经验总结 今天分享给大家 总结出一句话 就是均线数值向上穿越前高的位置 就是变盘点 它不仅适用于指数 也适用于个股 我们可以拿我们自己的股票来试一下 这种方法到底好不好用 如果你学会了 你就可以卖到最高点 给大家看一个案例 这是一只个股 前面已经有一波很好的上涨了 对吧 那么我们在哪个位置卖掉呢 按照我们通常的方法 我们的卖点在哪里呀 我们的卖点是这根蜡烛 对吧 因为这根蜡烛是正好跌破均线的 但是你发现啊 卖之前这个股票已经跌了非常多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让你卖到最高点呢 首先在这边上涨行情之前呢 我们找到一个高点 也就是我们第一个蓝色的圈圈的位置 然后找到均线对应的价格大于这个高点就可以了 我们的做法就是把这个最高点向右延伸和均线交叉的点再往后延一天 那么自然我们这根蜡烛对应的均线就大于了前面这个高点 所以呢 这一天就是最高点 你发现啊 卖掉之后股票就跌了 所以这种方法大家一定要学会 学会就可以卖到股票的最高点 这是一种规律 一种先知先觉的规律 建议大家先关注再收藏 这里面还有一个秘密 没有告诉大家 还没有告诉你 这根均线是多少日均线呀 是这个股票的生命线吗 那么这就教大家一个小秘密啊 好方法是一定要放在最后的 那么这条线是多少日均线呢 是21日均线 这也是我经常跟大家谈到的菲波那奇数列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抄底的生命线 是13日均线 帮我们买到低点 那么21日均线呢 同等重要 它可以让你卖到股票的最高点 OK 今天的一根均线 卖到最高点模型 就分享到这里了 这个方法呢 简单实用又有效 建议大家收藏本视频 并反复学习 听到了你就学到了 学到了你就赚到了 我是琳达 后期还会持续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实战技巧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掌握此方法 卖在高点 不用愁 入您发言 请您点赞 朋友们 咱们下期见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视频内容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视频提供的股票分析方法 仅供参考 风险自负 唯有科学理性的分析决策 才能更好的在股市获利 好 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